我现在穿的这个是黑色,手拿着这个是迷色 这个是一个外套两着的款式来的 我现在就当了TOP款去衬 V量位都是比较低的 我现在就只穿了BRA TOP,没有穿背心的 因为这个款式它是自带一个里布的 所以如果你说好像我这样穿 当TOP款去衬你穿BRA TOP 就已经可以解决到那个TOP SORRY,低胸的状态 这个位置都是安全的 就是你穿BRA TOP的话 它的三身是自带里布的 所以在三身的部分它就帮你考量了 因为这个款式它是一个全V的款式 如果你喜欢做外套的话,也绝对没问题 加上它的胸阔甲圈是比较充裕的尺寸 所以我稍后会示范做外套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会看到一个很focus的V领位 这个是一个师傅的写访布料 带有暗纹的 它on top就不是完全的纯色布 你会看到它是有一些线状的 一些是线状的 好像一些猫猫那样的 但是这个是线的质地来的 而且你会看到它不是完全的师傅 它都有一些不规则的几何图案 去做一个style 但是都是比较密集的 因为三身它自带了里布 所以三身就比较实色一些的 去到领位的部分就有少少师傅 少少师傅 我现在这个是这样的 这样给大家看好一些 V领位的部分就有点头的 这样 那它lace的部分就有点头的 不是有点是头的 是的 那因为我现在穿了个黑色布袋 那所以lace的部分 大家就觉得连贯了 是的 一体了这样的状态的 但是lace的部分其实是师傅的 那这个三身就帮你搭配了里布 那如果你想像我这样 撞上头的 那就搭配 深色的brow top 或者一些 你觉得你自己舒服的brow top 是的 可能有些有lace 看看自己喜欢穿 我现在这个是素色的 是的 那就可以把它隐藏了一体了的状态 那这个就扣扣之后呢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V cut lace的layer 那这个领边位置 也有那个波浪边位 一直延伸去到三脚的 是的 那所以整个V领的效果 都是非常之突出 其实我觉得是稍微坏的 因为你会除了看到一个V之后 你会看到这里有少少 有少少尾巴流了出来 是的 那我觉得是坏的 那后领位也有一个 就是也有一个ruffle lace的延伸 是的 那整件三个版型是这样的 都比较宽松的 那不过布料就没有弹性 那它的里布 都是跟上三身的尺寸的 都是宽松的 柳位的部分都很漂亮的 这一只呢 是再精致一点 有通花效果的 所以lady一些 或者华丽一些的 那种观感就会更加突出 那这个是半珍珠的形态来的 那它的扭呢 就是一个扭空了 有通花位的一个线条来的 那都是有理捕啦 好 那我现在会换了这个 那我趁外套出来给大家看 再见 我现在就买了 别忘了 我现在就买了 你 我 geç创了 你 我刚才找不到 我穿背心的状态就是这样 你做外套就是这样 都是这句 版型都是宽松的 Lace的部分都是私敷的 Lace的部分都是私敷 所以斜截的位置都是很明显的 V线条也很明显 因为我现在这个米色 V线的线条没有黑色那么突出 但是他是师傅 他特意选了师傅 所以如果我现在这个状态是搭 我应该搭黑色给大家看 惊死我 如果你里面那件是黑色的 让我看看拼一下 如果在里面那件搭黑色的就可以突显VCut的一个线条 可以吗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可以参考一下 好 好 好强硬 OK anyway 可以看看师傅的状态 你里面那件搭黑色就会令到那个pattern会突出很多 多于参考 这个是纯色一点的 没那么突出 这个就是做外套 那么甲圈胸阔都是充裕的赤穿的 那么现在这样看就会更加明显看到他的里布做工 他车工上都是一个很一排很完整的一肤的效果来的 那么我们看看这边 那么他因为他照顾到不只是在甲圈或者在薄位延伸做了过头粒的状态 那么他是内层这个位也都可以做外套的效果 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细心做给你做两着的一个detail来的 是做得很漂亮的一个款式 那么这个是毛毛状 那么但是这一只毛毛状就不是滚的质地来的 是线薄毛毛的那样的 小小小 对了 针针状这样的状态 那么这个质地都是很滑身的 这个是写访料有暗纹的写访 还有他配上了些几何图案在上面 那么手袖是这样的 那么整个手袖都是很宽松的 那么所以如果你不只是需要考虑入面 配搭吊带或者只是配搭背心 你配搭一些长袖的一些 可能迟一些的内搭款 或者一些T-cut类 都可以配搭 因为它甲圈属于正常的 那么如果你说配T-cut的话 我建议配搭一些有优美字句的那种风格 就再适合一些的 就是如果你要做外套的话 那么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我也是照配搭这个的货款 因为这个托款 这个托款或者外套款 都是一个斯文大方 lady的风格为主的 那么这个你会看到都是做得很细致 我忘记了 都是很漂亮的扭款 那么这个的确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所以比较长进时间去介绍 那次lace托款的确做得很高 无论在布料上、cutting上、细致的地方位上 都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款式来的 哇 真的有什么感觉 非常感觉 有什么用色的 带来的 各种感觉 顺便 同性 中